不过讲到吃甜食一定要糖 但是现在原物料一直在飙涨 很多糖价等等原物料都在变贵 主要就是因为美国为了旧经济疯狂印美钞 好现在这结果呢 大家都会都跑去买这个波动比较小的大宗物资 所以像是包括了不止糖还有油都全部在涨翻了 进一步现在也冲击到了饮料商 包括可口可乐也说成本现在是多了两成 目前还有安全库存还能够来压住售价 但是如果原物料一直涨下去的话 饮料也可能要变贵了 赶在客人大批上门前卖场工作人员忙着更换价格标签 一整排饮料结束优惠 客人马上感觉荷包失血 大概多了十几块钱平均均价这样子 哪一个饮料 像那种茶花的饮料 不止茶花饮料变贵了 很多人爱喝的这一款知名饮料 厂商反映成本多了两成 全都是因为它 西系白砂糖原本是厨房配角 正常价格一公斤只要16块 但年初以来从26块28块一路飙到30块 创下30年新高 不止高品业叫苦连天 知名饮料商也酝酿调涨价格 厂商有任何价格移动的一个讯息出来的话 通常都要跟我们公司的采购人员 经过还蛮农长的一个谈判的时间 那这时间可能会有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后 国内卖场先打预防针 因为美国狂印钞票旧经济 美元走贬大中股物走扬 几乎是下半年的铁定趋势 反映在名声上大动制成的沙拉油 已经涨势汹汹 偏偏油品业者预估小包装食用油 12月可能再调高5到10% 别说小型业者苦不堪言 就算是国际饮料商也坦言成本压力越来越大 只能寄望安全库存量暂时压住售价 能撑多久是多久 这边新闻台北综合报道